這時候華府要推出7500億的 千億補貼 什麼樣叫做7500億補貼 就是你趕快離開中國吧 我補貼給你 我給你錢 所以敦促美國企業供應鏈 趕快撤出中國 所以這對習近平而言 當然也很頭痛 對啊 這些美國企業 假如真的供應鏈業務 撤出中國的話 一定會造成中國第一個 他的失業率會攀升 再過來出口 各方面的經濟都會萎縮 但是呢 而且整個供應鏈會出現斷鏈 對 但是美國 真的能離開中國製造嗎 有一點 路易斯安納州 有一個經濟新聞的記者 發現收到聖誕節的禮物 39件當中居然25件是Made in China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大膽的試驗 他自己還有跟他的家人說 我們未來的一年都不要買 中國生產的生活用品 結果苦不堪言 為什麼 中國的東西比較便宜 你不買了以後 你就買別的國家生產製造的 那就很昂貴 舉例說他的兒子通常一雙新的球鞋 是中國製造的10美金 後來他去買了 義大利製造的 是要68美金 再過來 你看每一任的美國總統 都會問蘋果的CEO 同一件事情 iPhone能回來 美國生產嗎 所以每一任都希望他回美國 對 2011年的2月 歐巴馬總統在 一場的一個企業高峰會 問了當時的這個賈博士 賈博士生產當然已經過世了 問說 iPhone能不能回來 美國生產呢 結果賈博士斬兵截鐵的 告訴歐巴馬總統 這些公就的機會不會回來美國 他說 中國的工人可以輪班 在三天之內 趕出了200萬支的iPhone 而且當時真的有案例 就說 那時候iPhone4 馬上就要上線了 臨時這個面板做了一個 重大的一個修改 中國那時候是半夜了 半夜12點 結果沒想到 富士康就我們郭董 一身令下 一萬兩千名的工人 全部起床 只給你一杯水 還有一包餅乾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對 全部都起來 8小時搞定 好厲害 賈博士說 在美國不要說8小時 8禮拜都搞不定 美國你可能半夜 三天半夜叫人家起來上班 你不可能 那川普呢 2016年的時候打了一個電話 給庫克 又同樣講iPhone能不能回來 那庫克 能能的回答三個字 我明白 都沒差別了 然後川普就講說 沒有你回來 你回來 我給你減稅 我給你匯除那些荒謬的那些限制 所以川普你說只有7500億台幣 遷徙的資金嗎 川普至少 因為川普很積極 至少有四招逼你回來 第一招 減稅 講到減稅的話 回來講iPhone 你知道iPhone 假如回去美國生產 光組裝的成本一直要增加 30到40美金 還有一些零件的成本 總共一直要增加 90美金 所以他的售價 轉價給消費者 漲14% 哪有可能 那你只會減稅14% 不然對於來購也不得了 你至少要減稅14% 但是川普有做 他2017年的年底 他把海外美國企業的資金 匯回美國 本來稅率是35% 他把一口氣降到15.5% 所以你回來 匯回來聽說有4兆美金 蘋果你知道海外的錢有多少 2500億美金 那一次匯回來 他補了稅補了380億 我告訴你 本來35% 現在變成15% 他省了多少稅 500億美金 5兆 超很多 所以他做了這些 第二招 補貼 最有名的就是鴻海 鴻海威斯康辛投資的時候 你知道美國補貼鴻海給多少 40億美金 但是條件就是你要投資100億美金 你要創造1.3萬名的員工 當時川普榮心大躍 你還記得嗎 一起參加那個開工的動土的一個儀式 還稱讚說這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我不曉得明天 明年台積電氣的時候川普會講 第九大奇蹟 你看要補貼 在外有一招狠狠 加強審查 2018年科技業有一個大合併案 當時有史以來最大的 就是網通大廠播通 要去併購手機的晶片 高通 哇 總共是1170億美金 這台幣折合3.43兆 這很大 你知道川普哪一隻手伸進去了 擋下來 不準 表面上說 博通的CEO是一個馬來西亞的華人 陳浮揚 你會不會把技術外流到中國 但是人家是華裔 不是中國人 對 但是表面的理由真正是怎麼樣 你知道博通早年把他的總部 遷到新加坡 你並不是在美國 你是美國公司 居然總部給我設在新加坡 川普吃不完 所以你要併高通 我就把你給擋下來 加強審查 這一招 現在這個是台面下 你知道美國很多的企業 不把這個供應鏈從中國撤回來 以後你在美國的業務 詬病 我全部怎麼樣 把你加強審查 所以這是很糟 這很糟 最後一項 公開威脅 你有沒有想過 當到美國總統 還在Twitter裡面 公開點名一家公司 這發生在2019年的8月 川普很討厭通用汽車 他一直罵 一直罵 通用汽車 他說以前你在底特利 雇用的員工最高峰的時候 有60萬人 然後是一個巨頭 現在變成一個小的廠 你還跑到墨西哥去設廠 然後不打緊 你把美國的工廠四間 把它關起來 我做不爽 我覺得關鍵是跑去中國 不是跑去墨西哥 對 在中國 他說你趕快把中國的業務撤出來 但是通用汽車 假如撤出中國的生產線 你知道它損失幾十億美金 為什麼 GM它一年的銷售 43%在中國 你撤出來以後 中國的生意沒有用 這家公司怎麼辦呢 但是我們現在看最新的 有一家特斯拉 你看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們來看特斯拉 回到新聞 特斯拉在中國有一個上海的超級工廠 大家都知道當時 他們上海這個速度多快多快 但特斯拉的新廠 我不知道是因為減稅 因為補貼 因為威逼 因為審查 還是什麼原因 現在已經決定新廠要落腳 奧斯汀或者是塔爾薩 好像有效 對啊 我們對比一下 因為現在特斯拉的工廠 我們都知道在加州 加州的產能 大概一年 這個特斯拉的電動車 大概幾乎已經逼近了50萬輛 但是它也到中國的上海去設廠 現在第一期是20萬輛 所以照照理 這個中國的產能 跟美國的產能還差很多 但是我告訴你一個數字 現在在上海特斯拉 僱用1萬名的勞工 它可以怎麼樣 因為中國給它各項的優惠 包括購置稅就買了那個稅 減10% 各項成本減 它居然可以在中國賣電動車 用它的獲利率30到35% 這樣來賣車 但是最新第一季的財報 它的財報做了59.1 減8億美金的營收 獲利只有1600萬 獲利率是0.27% 一米又賣車 用不到0.3%要來賣 但中國可以賣到30% 我告訴你 就中國的原料勞動力的成本以外 政府的補貼非常的龐大 所以它的廠假如真的撤出 完全撤出中國回到了美國的話 其實特斯拉的財報就不會那麼好看 那特斯拉的股價也就不會那麼好看了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個股的股價怎麼看呢 美國一招又一招 現在要逼美國企業趕快回美國去 甚至還要給你拆遷費 所以相關的個股應該會產生版圖的大洗牌 對 阿冠 只要被川普要求回去美國的 然後台灣做它的供應鏈就辛苦了 要求回美國的那些相關的供應鏈就差了 成本都高啦 我們也不可能半夜叫工人起來給一杯水 美國工人你看要給什麼 對不對 那一定成本很高 所以川普就不會要求Nike回去 為什麼 他很清楚 那個製血回去美國不可能 因為他沒有相關的供應鏈 對 所以我們連結了這個台股 那現在Nike的供應鏈的話 9910的這個風態 因為現在有疫苗了 大家也慢慢出來了 這個運動血的需求會增加 這個不會被要求回去的 對 不會要求 那4點 今天漲了4.6% 我們直接看它的K線 因為它低機的財報不錯 EPS有1.7 比那個保存 保存是靠業外 否則它本業是虧的 所以慢慢一個 兩個 三個 慢慢這個底部都在墊高 這個是不錯 另外一個戶外血 就是登山血那些戶外血 9802的1起KY 其實它低機的一片是2塊 比風態還更好 但是今天也一樣 漲4% 但是從K線來看 因為它上一波漲太兇了 真的這一波好好地修正之後 最近這個地方盤了很長的一個低點 比較沒有漲到 那今天股價也開始有反應了 好 其實比補貼千場 希望美氣回美國更狠的招 當然是華為禁令 當然是要求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掀起了4D效應 謝金河說對產業的撞擊力非同小可 也很多人擔心台積電如果不能接華為單 有沒有可能讓三星做大 所以產業界的此消彼長是大家所關心的 而台積電被捲入了美中之爭 恐怕會波及整個科技業 當然台積電現在正在努力找突破口 到底找不找得到呢 我們也搞不清楚 但是最新消息是台積電確實已經停接了 華為的新訂單 所以台積電去美國設廠這件事 很多人擔心他會為國捐軀 他其實已經宣佈他要去了 我都不認為他會為國捐軀 我其實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正面的 我講幾個理由 第一個 台積電 它現在雖然說是世界上最大的Foundry 就是晶圓代工的公司 但是他其實還是有一些 那麼很特殊的晶片他還沒有 他還不是他的主要客戶 比如說太空 軍事 醫療這些東西 這些其實在美國 大部分是在美國 所以如果他到美國去設廠 他是有機會爭取到新客戶 這些量雖然不大 但是他可能毛利是相當不錯的 第二個 台積電 他選了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我們大家都以為說 亞利桑那州就是一個 沙漠 鳥不拉死的地方 其實錯了 過去二十幾年 美國幾乎所有的半導體大廠 都到了鳳凰城 Intel去了 三星去了 那個印材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半導體設備公司去了 美光去了 日月光去了 那麼全世界唯一能夠做10奈米以下的 曝光機的OSMO在那裡 所以其實那個地方的產業鏈已經非常完整了 台積電並不是要重新開始 所以半導體製造的最大的群聚產業鏈 其實是在鳳凰城 那個在美國 矽谷其實二十年前就不做矽了 就是矽谷現在做的都是軟體跟通訊 它之前是因為Intel在那裡 所以它做矽 其實矽谷曾經做過這個生物科技 曾經做過Internet 後來做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那麼其實在美國最好的這個半導體的生產鏈基地 就是生產基地 是在鳳凰城 是在鳳凰城 對 也許還有其他地方 但是我要講一下 在半導體裡面是有分級的 不是說你能夠做 你有多少錢你就能夠做 我們通常最簡單的就是用那個線寬 就是用奈米來算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台積電是現在世界上 唯一能夠商業生產五奈米的公司 三星號稱它也要做得到了 那麼這是五奈米 那麼台積電已經規劃 已經在做 就是它要在高雄的陸竹 那麼做三奈米到二奈米的廠 它的五奈米是在南科 是在台南 那麼另外 中國大陸的技術到哪裡 中國大陸的技術其實現在最成熟 只有到28奈米 它想要中芯國際 大家都想做中芯國際 對 它想做十四 但是它現在十四還在量產 因為在半導體裡面 很重要就是它的良率 你良率如果說只有40% 那也沒什麼用 基本上你的成本就是2.5倍 就基本上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全世界能夠做 這個10奈米以下的只有三個公司 就是台積電 三星 還有一個IBM IBM其實是做非常高端的 比如說我們做那個PS5 那個遊戲機 那裡面用的這個Processor 全部是IBM做的 但是它只做那個非常高端的 那麼這個如果說台積電 不能夠生產中國大陸的晶片 那麼所有中國大陸的晶片 就去了三星 所以就讓三星做大了 基本上是的 所以我想這個不是我們台灣 希望看到的事情 台積電如果去了美國 美國人認為說 我認為比較敏感的東西 你就在我這個場做 比較不敏感的商業化的東西 你就在台灣 或者是你在南京場做 那這樣美國放心 台灣就沒事了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這件事情 不只是解決了台積電的問題 也解決了台灣的問題 另外有一些人 包括陳鋒馨 他很懷疑說跨國把製程 把5奈米的製程 沿到其他的國家去很困難 對不起 三星 英特爾 通通都做過高階奈米的跨國 這個移轉 那麼事實上這件事情 一點都不困難 包括我們從竹科到中科到南科 都是這麼做的 這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此誠認為對台積電是利多 最重要的一個利多是 他準備要2021年開始建廠 2023年市產 2024年能夠量產 對 2024年到2030年 我認為4奈米就是主流產業 所以他現在規劃4奈米第二個廠 第一個廠在台南 第二個廠在美國 絕對是一個聰明的選擇 但是三星會做的 三星現在為止 它只能做到7奈米 而且三星基本上它的專長 三星因為三星有兩個弱點 第一個弱點就是說 它太集中做這個所謂的DRAM 就是做記憶體 記憶體就是說 大家要畫一 什麼製程全部都要一樣 不能夠隨時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調來調去 第二個 三星跟它的客戶有競爭 就是它的客戶本身也做晶片 我給你 我給你做 萬一你把我的技術拿去怎麼辦 所以不見得大家都敢 把單子給三星 所以也不必太擔心 至少從子晨的觀點 對台積電這一次 去美國設廠的這個決定 他認為是正面 而且是利多 你在哪兒 第二天 你能夠說 對台積電 全都要毛巾